哈囉大家好我是小便 那今天推出了這個幻想之島的活動呢基本上他是屬於五大邪慶祭裡面的活動之一 那也是一定要參加 那第一個原因當然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如果你要獲得節慶金幣碎片的話就一定得來幻想之島 因為你看他今天的任務是打幻想之島上面的怪物300隻你才可以獲得節慶的金幣碎片那當然呢這個 打Boss的這個任務他還是有的只是說他已經他不會從上面獲得這個金幣碎片所以幻想之島你一定要 那另外一個原因是幻想之島上面的這個怪物數量非常多而且他可以達到一個叫做幻想將 好他可以達到幻想箱在這個幻想箱裡面有可以開到譬如說紅變紫變的這個體驗卷種 一次30分鐘可是我覺得還不錯 那第二個是因為他可以直接打到有機率啦有機率直接開到這個藍變藍瓦紅變紅瓦的這個箱子 那這個是我覺得不錯的 那另外一個原因是因為你完成這個任務啊你可以拿到高級溶解劑 也就是說現在不論你是幾級的 不論你是不應該說不論你有幾個分身你只要有 能上來這個地方打你就可以拿到一罐你每天打完就可以拿到一罐 那一個賬號如果說你有一個你有一隻角色 打完七天就是可以拿到七罐那你有四個角色就直接撐餘看有幾隻角色你就撐餘多少這樣所以 他可以等於可以拿到非常多的高級融解劑 好那影響的是什麼呢藍瓦 藍瓦的價格一定漲 這時候的價格一定漲上去上次 文藥系統剛推出的時候 藍瓦沒漲上去是因為 系統 這個活動沒有送 沒有送那個 高級溶解劑大家只能用買 那時候我記得大概300鑽換一罐 大概300鑽換一罐非常貴 那現在的話他直接活動用送了 所以你看 價格會漲上來我們看兩個武器就可以了 這個是最最有指標性的第一個是酷寒之毛 酷寒之毛我們這邊 平常賣的售價大概 70以下 大概70以下 70鑽以下那現在已經170幾了那下面的話 更是漲上去 然後第二個是看毀滅巨劍 毀滅巨劍之前的價格也是大概在70以下 那現在已經都漲上去了123加1加2加3加4 這個有價錢標的很高的原因是 他是水靈三階 他衝到水靈三階巨人 屬性加3的話他的可以換到的這個粉末又更多 那他現在是加4嘛 你買回去可以直接強化 可以看這個價錢 那這邊有加5毀滅巨劍有一個99的這個是還沒有被拉掉的 當事人就是 販賣者他還沒有反應 那還沒有人去買 那基本上 這個一定漲啦 這個一定漲好像後面這個賣加5的 賣300鑽 可能之後都是這個價錢 這個加6這個也是到最後都會都會被拉掉 這兩個應該都會被拉掉 那這種有強化過屬性的會比較有價值一點 那大家再去衡量看 哪一個比較划算 那如果要收的話趕快收因為 這時候 如果你不想買那個文藥系統的話 你不想買那個聖水 你就是買這個 買這個自己溶解本末然後去充 反正現在有用不完的那個 應該說每天都可以送這個 高級龍解劑 那你每個分針都可以去拿 那都可以去換這個祝福的聖水 然後來換成這個無營養的點數 無營養點數可以 是通用的嘛 所以好 以上就是 這次活動的這個 心得啦 然後也建議大家一定要上 這上面有怪很多 然後 幻想箱也不難打 基本上也不難打 你知道嗎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影片再見囉 掰掰